嗨你好 今天我就是在 就是在7个小时之前 5月11号的时候 我讲应该怎样开始 投资股票之类的 那么当这个东西 我发展到还有一样东西 我需要普及就是投资股票的流程 讲到投资股票流程 我们要知道还是怎样去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方向 可以怎样去操作 在这方面的话 我需要再重置 重复的再做一个 这个video来 让大家了解一下 现在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只是按F5 F5就是这个 F5 我们等到键盘那边按F5 它就会出到时间出来的 好在那边我们就不要讲 这些科技话 就不要讲那么多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那边 那边讲呢 这些我们只看到的这个 当然是有蛮多一下 我已经把它简单为几个 但它也是可以缩减为7个 正确来讲是7个步骤 那边我之前有分享过 那个文章的 那边就是它的真正的东西 讲一那个投资初衷 就是我们的投资的目的 为什么我们要投资之类的 在投资初衷那边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十个字那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投资 投资为什么 这个十个字你要谨慎的记下来 那么我们这个东西 会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了解到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盲目的跟着人家投资 因为你看到人家很好赚钱 你又跟着 这叫跟风 这种形态是三分钟的度 我们就不能做到那种持续性的 去达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自己 自己的自己在那边发掘出来的 但有人只要捕捉你会比较快的 比如说 你如果你是我学生的话 那么我就会帮你一步一步的引导你 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 你会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你不是我学生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 刚才记下我的那个十个字之间 你慢慢的去那边探讨一下 可能一个星期可能三个月 也有可能一两年都说不尽了 但也有了这个是 这个投资初衷就像一个名等 那名等会帮助你 在你迷失自己的时候 你再把它那边看下 所以你知道你是投资初衷的时候 你一定要写下来 当你想到那一个是 所以你一定要随身带一个笔记 OK 也就是很小那些笔记 这笔记是 不是来什么 是方便你有 那个 那些idea 就是那些创意的时候 让你突然间灵光一闪 就知道你的投资初衷的时候 立刻写下来 写下来的时候 那么你就开始 把它转换了去一个大书那边 那大书那边 然后什么样的书那边呢 如果你要我的投资入门课 也就是我讲做入门课的时候 我还跟你讲是要怎样的书的 OK 要多少页那边 然后你先写在那边 记下来那边的时候 还有用什么笔 也是很关键一下的 这东西我只会在我的那个 讲座会的时候才透露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 我们写下来了之后 在往后的纸 我们有自己迷失自己的时候 或者是很悲观 看不到成绩的时候 我们再看回去 为什么投资这个 我们的投资初衷 这个初衷是不是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来的 不是为了为难你 很多人也误会我为什么为难他们 事实上我看到很多人 连他们要真正的 对什么投资都不知道 他们有了那个危机感 是很好 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重要性在哪里 这个很大分别的 就好像 我们知道驾车是蛮方便的 好像就拿车来讲了 OK 我们驾车去 去另外 从 比如说从 金融波去到 巴山 巴山的话是蛮好的 如果没有驾车 没有那些工具的话 我们没有车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到达 只是比较长一点 那为什么需要车的关系 很多东西非方便 这些就是 我们很清楚了解他的那些东西 情况下 我们才知道我们要 要怎样做 OK 然后当然我们知道 再去到巴山那边转账 如果是搭那些 交融工具的话 成本是蛮贵一下 比如说是搭巴山的话 时间很久很很长 所以在那边我们投资方面 也是同样的需要一些东西 也就是投资的初衷点 或者是简单一点就是目标 最初你进入股市的目标 是什么 这东西 我不期待你 立刻可以给到 找得到出来 如果你可以立刻找得到的话 你就放下去 那么你看一下 看讨一下 这投资初衷那边可以很多 那边你可以看到 这些也是为了 退休的那些生活那边 怎样那边 然后那些 下来 需要多少钱 每一个月 如果可以的话 到每一天需要花费多少 OK 那么你就要 你有那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知道 好 你有这笔目标的时候 要怎样做 然后那边我们 这个叫做长远的目标 这初衷那边 我们知道 哦我们要这样做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要多少 需要多少东西 这样这些东西做出来是 我们只是写下去 我们不需要记 我们用卡 用那些笔记本 那些让他们 把我们记就好了 当然这些东西 我们除了放在 笔记本那边 我们也可以放在 电脑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啊 就是储存起来 那往后 怕 怕 不怕一万 只怕万亿不见的 那么我们就很 很可悲一下 所以这个投资 当你记得的时候 你记得你要 拷贝蛮多 那个 口币呢 为了方便自己 不疑似他们 好 那么我们这一讲的 投资 当你已经有了自己 投资初衷之后 是接下来 就是讲到 申请交易户口 申请交易户口方面 是我当初也是不知道 OK 蛮多学问一下 这个申请交易户口 OK 申请交易户口方面 呃 他们费用是 10块6 这费用10块6 是给这个 所谓的 CDS account CDS account 它的 它的全名字 叫做 Central Depository System OK 这里就是一个 它是 帮我们 储存我们的 股票的 那个 户口的 就好像这边呢 我们有两个 小优国益申请是 申请两个 这个CDS 是要付费的 CDS account 那边有分两个 要记得 它两个 这个是Direct CDS account 另外是Normally CDS account 这Direct CDS account 那边呢 它的分别就是 跟Normally的分别就是 Direct是 以你的名字注册 OK 然后Normally account 那边呢 它是以那个 股票交易平台 或者是我们的 如果是跟Maybank拿的话 就是Maybank是你的那个代言人 OK 但是你是真正的话 可以画 可以 可以 做买卖的 他们没有那个 可以 可以 操纵你的 这个户口 还知道 是你的 这两个分别有很大分别 一个就是 交易水钱 交易钱 钱那边是 会比较低 就是Normally那边 通常是Normally 比较低的 然后 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出现 AGM的话 就比较方便咯 如果是 我们 也有分很多东西 那边 OK 在CTS那边 它是有10块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叫做Trading account 在Trading account 是免费的 OK 在Trading account 它有分三个 三个那边 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 通常那边 我会建议你直接去Cash upfront account 我们直接申请一个叫Normally CTS account 然后去Cash upfront account Cash upfront account 然后就是将就是现金交易户口来的 OK 它是这样写 然后华语方面 华语方面 华语方面就是现金交易户口 OK 这个就是韩华语名字 你要记得这个是你要去申请 如果你是股市新手的话 完全没有任何那些 这个交易户口 它也有相对的风险 这个户口是 基本上是没有风险 这个为什么没有风险呢 因为你可以放多少钱 那个笔钱 就是你可以交易的现金 OK 比如说你放五千 你最多只能买到五千的价值的股票 加买交易水 交易费啊 也就是你 比如说你是买 一块钱是你不能买到五千股 也就是五十落 为什么这个言言 是因为你的交易费用的问题 交易费用那边有分的很难多 一个就是blockage fee 这个如果是啊 那个我们的那个现金护股的话 是0.1%是蛮正常一下 而且是0.05也有的 我们要清楚知道 OK 还有另外一个是curing fee OK 这个是0.03% 这个OK 然后还有一个是stamp duty stamp duty方面就是每一千块一块钱 也就是一千零一块钱 还是收你两块钱 两千零三 或者是两千块零一分 也是收你三块钱 OK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多了一个 就是gst 这个是啊 205年4月1号的时候开始实行的 有些之前是不需要给啊 那个gst的 在这边啊 这个这个投资这个交易货股那边 就是股票方面是他正好在哪里啊 我们除了可以拿到啊 不用给税在那个股息方面 我们的资本增值也就是 我们所赚的那个赚付的哦 卖掉还是不用给任何税务的 这个是入门卡是蛮简单一下 当中我啊 有问过很多那些人哦 在十多年前啊 不是九年前 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还没有这样子 只是那时实在是 和一般人家有那种危机感的 感觉到未来好像没有这样安全 就是要学一些什么叫投资的 那时也是接触那个啊 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 所以慢慢开始慢慢的去啊 探讨然后 OK 那时还没有啊 只是另外一个 之后啊 应该是大概是六七年前 还是 穷爸爸富爸爸的书才出来 哦 在那边的时候我那边就 哇 问了蛮多不对的 因为很多那些人哦 他们问的都是股票不适合的啦 什么那边 他们不知道股票的入门坎 是这样多投资的工具里面是最低的那个 也就是我们只要有啊 一百块也是可以进股市 但是我们前提值下那一百块哦 你的成本会很高 就不大划算 所以啊 在那边最好的那个就是放一千块为最低的那些啊 资金啊 要入门坎了 OK 一千块的话你就不用想这样多先 不一千块啊 我们现在以目前的科技来讲 要赚到一千块是非常简单 要赚到一千块也不会难 除非你真的是不会动脑筋 或者是懒惰啊 那些啊 而且你看下那些 大概是存留师 同存两两个月要是三个月就有 最迟是三个月 除非你是做很很差工 你好像你去那些做那些啊 我们的那个Cashure之类啊 Cashure都有千山那些 都蛮高一下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工作 还有那些有蛮多啦 反正可以看一下那些 现在的只是已经是不限一样东西 所以那边我们要清楚知道哦 股票方面呢 和其他投资工具是最简单的 然后他做到Google也是一样的 是很多人很难想象得到 然后还有一项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 产业啊 产业也是一个投资 我们做错 很多人会那边跟你讲投资产业 比较简单啊 因为失误啊 不过现在过了 然后还是回落着 所以那边要小心哦 在股票方面 当然每个投资也是 他们的那个啊 那些交易的周期啊 在怎样的什么周期里面 我们要怎样的啊 怎样的策略啊 或者是怎样的交易法 这好像比如说在啊 房地产的时候 现在比较倾向是那些拍卖 然后他们是一手 然后还有一些是啊 产那些租金的 那现在的那个卖家 卖家是蛮少 卖家就销了是蛮多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 那个buyer的market 在产业那边 所以看他们要不要就是啊 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还进场 所以那边我们要了解 同样股票那边也是一样 股票基本上 有很多东西那边可以学习的 还有一些叫做我们期货那边 也是从股票那边也是一样 但了解这些东西 我们才去比较高一点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不用了解这样多 你要知道就是你要申请的交易互股 是啊 我们所谓的啊 那个nomini cds account ok 然后去找这个cash account 在这边你要跟他讲清楚 因为有一些啊 经济他会随便的把你开 那channic account那边有三个 这个是cash account那边是最安全一个 ok 然后跟着你的能力那边 就可以交易多少 就像是我的女朋友啊 或者是我学生啊 我都好像新手 我会很鼓励他们 开这个户口 方便他们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接下来就当一定的成就累积足够成啊 那个经验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开始玩对抄 对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玩那个啊 另外一个更高就是 nanshare margin account 那个就是有他的那个啊 facility就是可以啊 交易就让你放一千块 你可以交易到三千块的价值的股票 加买水钱 ok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赚到比较多 然后那个你就会啊 衡量你的人 那个我们的所谓的风险 这里会控制风险 那时候就是累积一定的程度的经验 我们才可以去那个交易互口 ok 之后呢在累积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举债 投资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 很多人哦 他们直接跳过这个 现金交易互口 他们没有一步一步来 直接去那个margin那边 所以这边就伤到很多 很多人在97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烧伤自己很厉害 就好像比如说有时间房地产 变成一间都没有 甚至一夜全部空到完 就是那个margin account的问题 margin account是如果你会操纵的话 是还是的确是很好一个工具 如果你操纵它因为它风险是蛮高一下 就好像你不会驾车的话 你还盲目的去驾车 你发生车问的机会率是很高的 虽然很简单 没有东西都有它的风险 但是大家看它是高还是低 你会驾车 你不一定可以加那个loli的 loli方面 我们也是需要考另外一个牌的 连moto也是一样的 ok 你会加moto你会摆moto 但是你不一定可以驾车 你也是需要考另外一个牌 也是一步一步这样上来 所以那个开moto那边呢 我们就要清楚知道 是这个是给哪一个新手的 好 这里我就讲到很清楚了 申请交易货口方面 这个我们就要慢慢去 你要省那个10块6了 就慢慢去 那些面子数那边有蛮多的 不过你要小心一些是 会骗你的 你也不要跟着他们的那个 买卖建议去买股 不然你会亏于钱亏的很厉害的 有一些是听听就好 不用这样相信 因为他们有一些是分析 他们就是为了服务好一点 所以这边我们很多都看看就好 所以申请交易货口那边 我们要知道 第一样都要知道就是 你的股票经纪的联络号码 随时问他们怎样去 转送那个钱 转送钱去交易货口 这些是他们的工作来的 因为你申请交易货口 就是一个星期之后 他就启动 这个是正常的程序 如果是最懒的 一些是一个月 有些是两个月 那些就是你没有 没有那个经济的联络货口去 我们讲所谓的跟进 就是follow up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了解 知道了那股票经纪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讲 ok 然后问一下要怎样金钱啊 怎样去申请啊 如果是这样讲啊 他们一定要知道 他们不知道他们 他们是没有那个资格去 做股票经纪的 那这些东西 我们很多商务都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我也不会跟你讲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工作 我也会建议直接去找这股票经纪 因为他们是和你是蛮重要 如果他们辞职的话是 你要立刻写信去相关的部门 那边问 谁是你的 谁是接手你的经纪 这点你要很清楚知道 ok 不然的话 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是蛮辛苦啊 我也是处理过很多事 那我就跟他讲咯 最简单就是 你去写信好像是maybank那边咯 而且连他的那个股票经纪是谁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在写信的时候 叫他写maybank是蛮不错的那边 就是他customer service那边咯 他一个customer feedback那边咯 有什么 什么others 然后他就写 然后他就会交给相关的部门 处理大概是一个星期 你又知道是谁是你的 经纪录 真的已经申请 但是你不知道的话 好 这里是讲的蛮多了 然后之后哦 投资方面你就知道 理财是 投资 我忘记整个整个东西要要复习回去 学习理财方面就是蛮多的就是增加收入啊 然后 减少不必要的开开销 你节省先 节省然后再给减省不必要忘记了一个 然后再存钱 这四个 这四个步步步那边我我之前有写 那是不懂没有分享上去 这东西这个程序我要再回去 我也忘记了 这理财方面也是需要学习的 不然的话你是不能进到投资那边 你学会理财了之后你才可以去投资那边 你申请的这个交易户股 你只要放了钱那边 你大概是每六个月动一动啊 就login进去那个户口那边是 你就不会中啊多么的就是suspen了 ok suspen的话就要给多另外的 10块activation fee那些之类的 加买gst应该是10块6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点你要啊 这点可以不用不用急的 你申请要交易户口 也不一定要的时候 放钱那边也是有利息的 所以不用怕了 所以在这边呢 有一些你要记得 这每个交易户 有一些是给我给 有一些是没有的 所以你也要啊 要谨慎的去挑选你的交易户口 然后讲到你讲的理财那边呢 就是你如果你是一个月一千的话是 一千块呢 你还没有进入那个你的收入一千个月 只一千的话那没得 你你还没有你还没有那个资格啊 还没有你的层次还没有到可以去投资 你还是需要 要学习讲理财 也是一直增加你的啊 就是开源截流 开源就是 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就是把一千提升到三千 在马来西亚那边至少的话 是最少最少你要两千五百以上 你才可以开始有那个投资的资格 最理想就是三千或者是以上 那边你就没有这样吃力 因为开始说你会学存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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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 也就是也是一些东西 不应该省 因为要达到一个月的时候收入三千块 是蛮简单一下的 蛮多方法 现在的科技是蛮发达了 OK 我们已经不像以前这样啊 要什么 你看你转动动一动脑筋的话 你收入是很轻松的达到三千块 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 要清楚知道你是到哪个阶段 OK 这个这个这个将会在我的 第三第四第五本书 就是明年的时候一次过 应该是写完了 明年的时候我就会写这个关于这个东西的 然后边有啊 多了一个就是啊 那些 就是那种啊 不小心的开支啊 就是比如说有吸烟啊 喝酒啊 或者是赌博啊 或者是嫖子 那些 去找鸡女那些啊 OK 这些坏习惯啊 但你这些 这些东西是 这些是不好大好的啊 这些是会少钱的 是好啊 所以这些东西是不大建议的 OK 暖上毒品也是非常不好那边 OK 那当你了解这些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 OK 下一阶段就是学习分析 这些分析方面呢 我们有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有基本分析跟技术分析 基本分析那边哦 你去Google那边是 你可以找一大堆相关的资料 技术分析也是有 比如现在的科技也是蛮好的 他们有做很多 像我这样的video那边跟你讲解的 但是这些东西你还是需要啊 实际的去看啊 就不是看他们这样 然后你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学习方面要知道 比如说我一直都会跟你讲流行啊 流行是在上升趋势的时候 发生的一个 蜡烛 我们就叫它 所谓流行 如果是在下跌趋势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来 趁它来导致流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分得出 这个它的分别啊 这些就是啊 要背了然后要去 不断的去学习 硬把它那整个知识 硬在我们大脑里面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很啊 可以很清楚了解到了 好 这里哦 然后讲到基本分析那边 它是蛮多 那基本分析那边呢 为什么学习这些 这个接下来有关联的就是 选股 选股方面哦 我们肯定是需要 基本分析 再配合技术分析才可以的 这里我们啊 那学习分析方面 这里我们要清楚知道哦 分析为什么要分析 分析是分析什么 分析那个啊 事实 OK 而不是那些意见 很多人不知道哦 在投资方面哦 这个 跟 意见哦 是很大分别的 OK 事实与意见哦 意见那边 我们是很容易接受的 比如说我认为 通常是我认为这个这个 这个可以上 但是凭什么上 事实上那边 这个固定股每年持续赚钱 然后他管理人很很慷慨 每个每年都有派发两次的股息 那他们所赚的钱 他们都有派发40% 就是30%的 那个所得的那个赚赚那边 这些就是事实那边 就是从那个年报啊 或计划那边得到的意见来的 OK 那我们如果我们是跟着事实来判断的话 选股那么我们就不要解答 如果是跟着意见的话 那么你 会被 你会亏损的机会是蛮高 学习这些分析 你了解这两个之后哦 那么我们才可以知道什么是 类目消息 很多人没有直接跳过这两个分析 然后我们直接 他们就直接跳起类目 就是天性谣言 有天性人家意见 我这样你就知道 刚才我一直讲的 天性意见 你很容易亏钱 在股市方面 你不要亏钱的话 你要跟着事实 那边就是很理智的去分辨 也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其中一个阶段就是 感性的是 你性的去应对 OK 如果要写出来的话 也没有问题 感性的是 理性的去应对 OK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来的 那也有理性的是 我们要感性的去应对 这个是在于用于技术分析那边 很奇怪的东西来的 这个阶段我们现在你这个阶段里 我们是需要了解 好像有些股啊 大跌的时候 为什么大跌 不可能是他的他的基本 那就是他的那个盈利啊 蒸发掉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追了 很可惜 我看到一些人 他身为师傅也好哦 他还是去追 那个所谓的Gtronic Gtronic那边盈利蒸发哦 如果他的那个股票啊 他的价值 如果没有在 在保持的话 我可以讲是基本上是到处啊 或那边就是没有护盘了 我们就要看一下 就算大股东有进股都好啊 是我们也耐心的 再看一下他的分别 这分别要比较记得哦 他们的是有 他们 那些是有薪水的 我们是没有薪水 我们不能跟股票谈恋爱 有时候我们要很现实 看到那边 我们通常是等两三个季度 因为他的趋势大概是走完了 大概也 我是讲大概 不一定是真的 那看他管理是怎样去应对 对他未来的趋势就是那边怎样啊 OK 这边就很考考究 所以我们跟着讲这边的就是 刚才那个就是基本分析里面其中的几招 就是那边 理性的去应对啊 OK 好 想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到第五个就是选股 选股方面是有很多啊 从基本分析那边 我们就知道有 EPS PE RE TY Curing 这些东西我们会建议 通常是做五年 至少五年的数据 数据那边 你可以看五年的年报 然后综合企业看一下 然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但是我们再看他的股价就是 在那个技术分析那边 看的是上升趋势 是下跌趋势 下跌趋势的股 我们永远都不会去去投资 因为我们要赚钱 赚钱 就在有第一个 之前这个video那边有讲到 要buy low sell high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观望 然后为什么那边 然后如果要增加清楚了解的话 我们就进入那个叫做记报那边 就是也是五年为主 看他波动性 有些股票哦 有些个股市他们是有周期性的 所以他们会下跌 然后他们要相对的时候 那个旺季的时候 他们才会上升 所以正点我们要很清楚了解 选股方面也是蛮多一个学问一下 这里哦 很多人哦 他们没有跟你讲解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 这个选股不是这么简单 ok 讲完了这个之后哦 我可以跟你讲 在市面上很多都是跟你讲 只是这个 因为我所知道这些东西哦 没有跟你讲 一个都没有 当我去 这里东学 西学 然后还拜到一些 然后再整合起来 才发现整个流程是这样的 有些只是有所保留 又不要教你 然后你就学他们东西 然后你不问他 你又不知道 所以在这样我最经历的 这过去的九年那边就慢慢的这样 哇 探讨他 年代是这样的 ok 然后还另外一个就是 布局跟策略 这个东西哦 很多 很多那些投资高手哦 我们只能看他怎样去做 他们没有跟你讲 怎样去布局之类的 ok 怎样去 去供那只股啊 要怎样买进啊 ok 这里也是有讲到 在啊 在怎样买进 就是个啊 那个股票啊啊 在那边 已经开始这样怎样去买卖啊 买个卖进的时候 已经是在这边 已经是 啊 计划的很好了 这边就是这些布局那边 也就是看到一个股 我们看得到 ok 这个股还是下跌趋势 我们要在什么教育的时候 怎样的情况之下 买进 然后买进的时候 他在跌的时候会怎样 或者是他没有上 不上不是跌的时候又怎样 上升的时候 我们又要怎样 通常是三个群星吧 在股市面 不是上升就是下跌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不上不跌 也就是扯平啊 ok 这三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采取 怎样 怎样的情况 然后要怎样那边 这些 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累积的经验这边 这些 越久 这个经验是蛮久的 不是 一下子可以知道了 所以 是慢慢那边 所以这边我也是 创造一些工具那边 然后帮人家 容易记下来 有些就是放在Excel那边 然后 买卖的时候是 放那价钱那边 看一下多少 我可以赚要赚多少 那边就一目了然 ok 赚多少巴仙啊 赚多少钱啊 有赚还是亏钱啊 以这个价钱卖进 有赚还是这个价钱啊 卖出的时候 赚多还是亏 要很清楚了解 所以在这局那边 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这里已经是 创造了两个工具 一个是平单的 另外一个是 啊 那个成本下的工具 这两个 基本上是搬了很多 很简单 就是我只是改一些东西 然后我是 按进去 然后我就再写下来 我就大概知道 ok我需要做什么 ok 然后 这个做好了之后 然后第七个就是 跟着 我们已经预测好了的策略 卖进 ok 就这么简单 卖进或者是排排排的时候 排的时候要被慢慢说话 要怎样就是 有时一直 我们直接很大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慢慢的卖进 卖进慢慢的卖进 很有耐心的卖进 ok 然后之后要卖出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次性卖出 卖进的话 然后你自己卖出 通常是分 至少两次 也有可能是一次出完 也是看你的那个 你的你的 你买的数量有多少 有些股 你需要分两次 才出的 会出到比较好的价钱 第一 为什么要分 分比卖进 跟分比卖出的问题 我们是 不知道它最低价是最大哪里 然后同时 同时之间 我们也不知道 它最高价可以去到哪里 ok 这边就是 减少亏损 也是 就是 就是真正当的盈利 所做的东西 这也全部 这是有技巧的 当然这些东西 我在我的整个课程里面 我会跟你讲 怎样做 ok 这布局方面也是有 这个布局方面 是在 直接在面试书那边教导 那边去讲观望的时候 要怎样那边攻的 ok 然后做完了这个之后 你卖出的时候 不管你赚还是亏 你都要检讨 这个很多人是没有跟你讲的 也甚至很多师傅 没有跟你讲的 股市那边 我有遇到的事 不是很多 也反而是那些前辈 那些有些是 还是免费的 任意教我 只是我们互相交换意见 没有成是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交换 交换那些意见的时候 就 比较 他们就不要计较这样多 所以是 你要看你层次 是不是到那个程度 你还可以拿免费 有时候人是很奇怪的 你层次越高 你得到的东西越多 就这么简单 你层次越低是 你不要期望 什么都是应该 或是理所当然的 或者是免费的 这东西要很清楚了解到 但你层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人家会自然而然的 送给你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那些26亿 哇 这样好就有人捐款 我都想有人捐款 26亿 这是一个台湾效益 当然 这检讨方面我们就 大概了解了 这样了 这样 检讨方面 做完检讨之后 我们做 接下来做的就是 重复第三个步骤到第九 有时候从 学习理财那边到第九 一直增进 这个为什么我要想 学习理财那边 应该我们赚钱的能力那边 会随着我们的那个能力提升 然后影响我们投资的那个成绩的 你赚的钱的越多 那么你可以杠杆 这里就是借力 另外一个层次 那个东西会越高 就好像你签银行一百万 银行追到你脱裤 九条街 或者是冻结你所有的资产 你要清楚知道这个分别 然后当你到了银行借你十亿的时候 到时是银行睡不着 不是你睡不着 你还可以很安安的去玩高二夫球 去很逍遥的 虽然你是负责十亿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担心 这个就是那个层次 的不同 也就是你要清楚知道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从三到九重复 这个一跟二 你做好一次就好了 然后在申请交易口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情况 你需要做就是 当你的你的资金越大的时候 那么你就需要更高风险的 或者是你要维持也是不用紧的 你还是看你个人喜欢你这个人的 可以承受的风险到哪个阶段 就这么简单一 好今天我就讲完了这个投资股票的流程 希望你可以啊 从这边再慢慢探讨 如果要的话 你就啊 可以慢慢的写下来 所以这一是这样投资初衷 十二 申请交易户口 三 学习理财 四 学习分析 这个也是很多人很喜欢教 这边要怎样运用 也是另外一个学问了 OK 你学习 收入学习 然后运用方面就是策略那边的东西 然后选股方面 OK 这个很多人也是没有教你怎样选 然后布局跟策略 这个是最重要的 影响股市的那个盛举或是什么 就看你这里 有时我逃的快 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所以看到不对劲的话 他我就立刻出场 最好例子是DGC7 我之前没有第一波逃不到在四分间 进出四分间 然后第二波看到真的是不对劲的 还没有机会反弹的 我就在两分全数出完 那到今天为止还好出得完 为什么 因为现在如果要出的话 年五分 零点零五 零零点零零五 也就是零点五分都出不到货 OK 他就是到了这个这个价钱 零零五 OK你想象一下哦 四分哦 推遍到连亏损到完 还有这个不是很多台 亏损两千 然后很快可以赚回来 这东西就是看得到 因为我有做好我自己的这个 很多人也是讲的 所谓的风险管理 全部都是在这一里 OK 然后再这样讲的 就是第七个就是跟着策略卖进 然后跟着策略卖出 最后检讨 然后再重复三到九的步骤 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么我希望我做了这个video之后 你可以了解到更多 关于怎样去开始股市那边的 大家我会把它再上传进去 希望 然后看下剩下时间 现在时间是38分钟 就大概半个小时 我希望你会用一些时间去 检讨这些东西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那个 怎样去投资 股票那边 股票那边 投资股票不简 不是很难也 不是很简单 你遵守这个规矩 慢慢的学习 OK 每个步骤那边 做一边 就顺着那边 开始说你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些 意见要怎样开始说 最简单的就是去拜师 叫人家指导你 有一些东西 你没有给足够的钱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没有付钱 有时你又不肯去学习 有些人就算给钱也不学习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原因 我还是选择收钱 教学 这样跟你讲是一面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想法 所以这边你要不要做 也不管我的事 所以这边是很个人的事 希望你可以从我这个video那边 了解到股市是一门 蛮不错的学问来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